喂 大家好 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讲这个 一样还是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那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其实有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 它这个做在做质量平衡的话 有分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species mass balance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 叫element balance 元素平衡 平衡法 那之前呢我们所用的这个 我们之前所用的方法呢 叫做species mass balance OK species mass balance OK 这是我们之前这个 在讲这个质量平衡 有化学反应质量平衡的时候 是用这个species mass balance 因为我们都会说 一个物种会给你一个方程式 那我们就对那个 针对那个物种做这个mass balance 的equation 写下那物种mass balance equation 那我们这边呢介绍另外一种平衡方法 就是element balance element balance 就简称叫元素平衡法啦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方法 平衡的方法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方法会出现呢 那因为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其实呢 这个回想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的时候 我们都会 我们都要 我们都需要 我们要需要知道那个 这个需要知道这个反应方程式 我们之前做用那个species mass balance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 OK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反应程度 OK 因为你有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话呢 也就是 也就是 就会有反应程度啦 或者是说呢 OK 需要知道反应方程度 然后需要知道 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 另一个是什么 反应程度 OK 在之前这个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呢 然后在做这个species mass balance的时候 你还需要 你还需要知道有反应程度 还需要说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 也要知道 但是呢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处理过程呢 其实呢 并不是所有的 并不是所有的化学反应呢 一定都可以让你找得到 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啦 OK 比如说呢 就很简单啦 比如说像这个 原油变成汽油的话 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 常常是不知道的 OK 因为有可能 它那个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 OK 也没有人愿意去找 去找那些方程式是多 化学反应方程式是怎么样 然后或者是说呢 就是像比如说那是燃烧 比如说烧什么东西 比如说烧垃圾 OK 比如说烧垃圾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是多少呢 对不对 烧垃圾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是多少 这没有人知道啊 OK 我们大概知道垃圾里面 有哪些元素而已 并不知道垃圾 垃圾在燃烧的时候 那化学反应是多少 也很少人会去 会去找这个东西 去找垃圾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OK 所以呢 在这个 所以我这边就写了 如果这个反应方程式 不确定或不知道的话呢 化学反应方程式 不确定或不知道的状况下呢 这个应该是要隔开 那边斗点 那化学反应不知道的状况下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这个 这个就不能用 species mass balance SPECIES 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species mass balance OK 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species mass balance了 因为你要用species mass balance的话 我刚刚有说过 你需要知道反应方程式 你也需要知道它反应程度 那你在这个 没有连化学反应都不知道的 这种 这种 这种化学过程呢 这个你根本就没办法用 species mass balance 所以就衍生出了 这种方法叫做 element balance element material balance 这个我们简称呢 叫做元素平衡法 OK 那元素平衡法呢 它这个balance就 比这个species 用跟species mass balance比起来呢 它就更 就是那概念更简单了 OK 而且它不需要反应程度 OK 不需要反应程度 其实不用反应 这其实也就是说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反应方程式 反应方程式也不需要 OK 你不需要反应方程式 也不需要反应程度 在这个element balance 这都不需要 然后呢 它的平衡很简单 就是进去这个系统 有多少元素 那你那个元素 就是多少 就会跑出来了 OK 就是数进去 这些系统的元素呢 有多少 然后出来 然后反应完之后 这些元素有多少 OK 我这边写in等于out 是这个意思 不过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应该是会写steady state 然后等于in 然后减掉out OK 那这样听起来 这个element balance 听起来就很完美 这个听起来就很简单 就进去数 进去这个系统 有多少元素 然后再数出来 这个系统有多少元素 这样看起来就很简单 听起来就很简单 就跟我们之前在用那个 用那个species mass balance之后 哇 我还要反应程度 我还要化学反应方程式 我还要知道它那个化学反应方程式里面 我还要知道他们的那个化学剂量系数是多少 哇 那么那么麻烦 那相较起来 这个element balance呢 好像非常的简单 听起来好像是不错啦 OK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个element balance元素平衡法呢 有时候呢 你在列方程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它容易产生相依方程式的 就是dependent equation 它generate dependent equation 然后这些dependent equation呢 它这个麻烦就是呢 就是你列出来这些方程式呢 它彼此之间搞不好有些是相依的 就是说 就是有些方程式是没有用的 OK 就是说有些方程式是没用的 OK OK 有些方程式是没用的 OK 有些方程式是没用 是没用的 OK 首先方程式是没用的 OK 就相依方程式的意思是说 有些反应方程式是没有用的啦 OK 就是不是反应方程式 抱歉 我刚刚讲错了 这相依方程式意思是说 你列出那些方程式的那些equation 有些是没有用的 完全没有用 对你的计算完全没有帮助 那个这个就很麻烦了 那就是表示说你有可能 你列了一大堆 最后发现说 有的丢几个根本就没有用 最后呢 哇 还是算不出来 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啦 OK 但是呢 因为在这边呢 因为各位 都要去 最后考试总是要让你们 都把东西算出来嘛 所以说呢 基本上如果 我在考试的时候 问你们要用 叫你们用这个 element balance 做计算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定算得出来啦 OK 就是考试嘛 一定要让各位算得出答案嘛 OK 那其实在实际状况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 这个element balance呢 是完全算不出 完全算不出来的 那所以呢 其实课本后面有 好像在后面几页 有提到一个例子啦 那我就 我就切换另外一个画面呢 就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OK 然后我先切换一个画面啦 呃 我先切换一个画面 嗯 嗯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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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哇 等一下让我换一下画面 OK 让我换一下画面 嗯 OK 然后呢 比如说呢 课本后面几页呢 就举了一个这个例子啊 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用element balance呢 你发现你是算不出来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SO3呢 它加水呢 反应会变成H2SO4 变成硫酸啦 OK 然后F跟P呢 是位置数不知道齁 那这个element 我们就利用呢 我们就看看 这个element balance算出来 用这个element balance做平衡的话呢 有没有办法把 F跟P算出来齁 那element balance的方法呢 很简单的 就是那个 这个0等于 这是steady state 然后以为in 然后减掉out OK 然后我们假设FP的单位 都是mol数啦 OK 那H的话呢 steady state 进去这个系统的 倾有多少呢 F乘上0.5 然后乘上2 然后扣掉出来 这个系统的倾是多少呢 P 然后乘上2 那进去这个系统的 S有多少呢 SF乘上0.5 那出来这个系统的 S有多少呢 减掉P OK 这样子而已 然后进去这个系统的 倾有多少呢 F乘上0.5 要乘上3 抱歉 然后加上了 这个F呢 乘上0.5 然后乘上1 OK 然后扣掉了P呢 出来这个系统的 系统的倾呢 有总共有四个 所以呢 这个会 都会 当你得到什么 0等于 稍微写一下 我减掉2P 然后呢 这个会当你得到 0等于0.5 F减掉P 然后最后 这一个会得到 是3.5 加0.5 诶 这个对嘛 会变成F等于P 是不是 诶 那这样这个课本呢 有没有 有没有错 课本上面有没有写错呢 诶呀 我稍微翻一下 这个O怎么会是 诶 那我觉得课本好像 好像是不是写错 1.5 啊 没有错 啊 是我自己看错 抱歉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这个还是呢 2F 减4P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三个方程式啊 你看看看 有没有办法把个F跟P 解出来呢 你看一下哦 这三个方程式 荧幕上面 我现在画现 画这三个方程式 1 2 3 OK 诶 可以把 可以解除F跟P吗 可以解除F跟P吗 OK 这个我想你应该仔细看一下 应该就知道哦 这不行哦 你会发现呢 这三个用LM balance 列出来 这三个LM balance的方程式 这三个是同一个方程式啊 OK 都是0等于F减2P的意思啊 所以是不行哦 不行 不行 解不出来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那个课本上面 它有一段就是提到 提提这一 课本本它里面有一段 就是提到 提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就是说呢 你用LM balance呢 有时候你那方程式列出来 其实很多方程式 都是没有用的 像我们像画面这三个 就是这个列出来啊 画面上这三个方程式呢 其实只有 那其实只有一个方程式而已 其实只有一个方程式 OK 它其实只有一个方程式 OK 然后它只有这一个方程式而已 所以其他两个 其实是 所以有两个 有两个是没有用的 有两个是无用的 是无用 没有用的 或者说呢 你有两个是 它叫做相依方程式 dependent的 OK 有两个方程式 跟原来这个 第一个方程式是相依的 dependent的 是没有用的 OK 所以这三个列出来 感觉上好像可以解 但其实只有一个可以用而已 OK 所以这个就是呢 课本上它某页 它想要表达 就是这件事情啦 OK 但是我说过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 各位考试总是要把答案算出来啦 所以说考试的话呢 尽量 应该不是说尽量啦 应该是让各位呢 不要碰到这个状况啦 OK 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个 这个投影片上面哈 嗯 回到这个投影片上面 呃 我们再回到这个投影片上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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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上面这个第三点 荧幕上第三点讲 容易产生相依方程式 所以有时候会解不出来 OK 但是考试不会让各位解不出来 OK 考试如果让各位算到中解不出来的话 哇 大家都暴动 OK 然后最后一个他说呢 成分不明的物质不适用啦 OK 他是说比如说像垃圾成分是什么呢 诶 那就是 那就不要 那就是跟我 诶 那这样我一开始 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就不好了 OK 那垃圾燃烧其实没有办法用 用element balance 因为我们垃圾成分 其实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太知道 OK 那收水的成分是什么呢 我们也不太知道啊 OK 不过 这真的垃圾的成分是什么 真的是不太知道吗 因为垃圾其实基本上 我们在家里丢的那些垃圾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有机物啦 比如说你像你吃完的便当的盒子啊 你像你吃完便当的盒子 还有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吃剩下的菜渣 或是什么 那些东西 那大部分都是有机物啊 那个成分其实 其实大概 真的完全都不知道吗 OK 应该或许说是这样讲啦 就是说你那个垃圾里面的成分 非常的复杂 那可能多到我们没办法去 去分析说 它那个垃圾里面的成分是多少 应该也没有人去量说 垃圾里面的成分是多少啦 OK 所以垃圾的成分 OK好吧 那这边就是当作这个垃圾 垃圾的成分很难了解 很难知道 所以它不适用于这个 不是用这个 不是用那个 Element Balance OK 好吧 那这就表示 我这影片一开始 那个举例 那个举例 那个不好啦 因为我影片一开始 好像我说 垃圾燃烧可以 垃圾燃烧 可以用Element Balance OK 就被打脸啦 OK 没有垃圾不行了 垃圾不行 因为垃圾 垃圾的成分 我们真的 对啊 仔细想一想 垃圾应该没有人会去研究 垃圾的成分是什么 OK 好 OK 好 那这个 这一小段影片 就是讲那个 什么是这个Element Balance 这什么是Element Balance 元素平衡法 元素平衡法 好好好 好 那这则 那我们下面的影片呢 下几则影片 就是跟你讲这个 跟你示范这个元素平衡法 要怎么用啦 OK 那用元素平衡法 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 Mass Balance 所以一样 要做DOF分析 然后最后一样 要解链立方程式 就是整个过程 跟前面的 Species Mass Balance 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说 现在我们就是用 去数说 进去这系统的元素 跟出来这个系统的元素 有多少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下几则影片呢 下几则影片 我们再来示范 这个Element Balance 要怎么用 OK 好 好 那这支影片 就到这边啦 OK 好 那 你们要到这边啦 我们停止录影啦 拜拜 拜拜